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博美克这个眼部品牌的忠实使用者 对于我个人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为止的这四年当中 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是被我所做的事情所荣耀的 博美克这个品牌是2003年由李春先生和孟新乐女士共同创立的 其实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最初的一个想法是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实际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了获取生活所需 就是说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去创造我们生活的一个需要 博美克这个品牌是一个眼部的专业护理品牌 眼睛是一个最脆弱的部分 它也是一个最容易显露年龄的部分 它是一个最能够表达我们生命力和生命感受经验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部位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那它就是最接近女人内心和内在的一个部位 我们的配方是由我们的内心出发的 在原料的选择上遵循就是安全的天然的有效的这三个原则 博美克产品的开发理念我觉得是要回归到用户体验上 也就是消费者 所以我是消费者 那一定要是我自己喜欢愿意使用的产品 为了保证大家使用的安全性温和性 所以大家会在我们的成分表中绝对看不到相近两个字 而全部是用天然的植物精油所代替 因为我们选择原料的理念是 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从大自然中来 最终还要回归于大自然 当一个产品打开盖子 那个植物的自然的气息 会让我今天一天都在一个非常愉悦和放松的状态下 然后它的质感当涂抹在我的皮肤当中 我觉得那个时刻是我对自己最好的一个关爱和关注的一个时刻 我们博美克产品在选用原料的时候 有两个不要和三个优先 两个不要就是伦理性的原料我们会不要 然后的话就是动物来源的原料我们也不会选择 三个优先就是纯天然的原料我们会优先使用 然后就是天然来源的原料我们会优先使用 还有就是天然等同来源的原料我们也会优先地使用它 公司会鼓励每一个员工都可以提出自己 喜欢的产品作为产品提案 其实就是回归到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们产品本身 就是我们的内料的一个打板在适用环节 那么在这个环节呢 我们的核心点呢就是高效和有效 因为做一款能够让消费者喜欢并且有效果的产品 我觉得才是我们的发心或者是我们想要做的吧 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不缺少产品 但是它真正缺少能够重新出发的产品 更多的就是我们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制造这样的产品 我们一个成熟的配方呢 从构想初期一直到上市呢 至少要经过半年的时间 首先要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来进行一些复感的功效性的测试 经过一个月确定下来了以后 我们要把配方拿去进行一些测试 以保证它在售价期间 它的品质的稳定性 效果的稳定性 接下来呢 经过了三个月以后 我们还要选用我们的包材 把包材跟我们的内料配合在一起 确保消费者呢 在使用过程中呢 并不会出现一些任何的异常 所以说呢 至少要经过半年的时间 我们的产品才能够完整的 完好的送到大家的手上面 博美克的产品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是分为有两大系列 白色的钻石系列 它是根据眼部的三大问题 眼纹 眼带 黑眼圈 进行了产品的专业细分化 而植物精油系列的产品呢 它的功效呢 主要是针对眼部的综合性问题 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进行产品的一个选择和搭配 钻石系列呢 它开创了一个美眼四部曲吧 这个算是博美克独家和原创的 敷衍水是用来做补充水分 养分 按摩精油呢 是来做排泄 疏导 眼膜呢 是来做补充营养 密集滋养 眼霜的第四部呢 是来进行一个防御屏障和养护的功效的 这四年 让我养成了一个很好的眼睛护理的一个良好的习惯 有很多的女性用户有使用过博美克的产品 也有因此而爱上了这个产品 重新地认知了对眼睛的护理的重要性 博美克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在秉持着天然安全的情况下呢 尽力地做到有效并且是高效 每一款产品我们都希望消费者用完之后 是非常开心 非常喜悦 能够给它带来一些美的改变 或者说是美的追求的 博美克产品配方的优势呢 就在于效果是盲到 没有效果的产品呢 是对消费者是在耍流氓 我们要做精品 所以呢 好产品值得等待 我们整体的团队 都是基于在一个美的基础上 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去感知美 创造美 同时也跟所有的人在分享这个美好的和美丽的东西 赞订阅官方的佛 居留宪 不赞订阅官方的佛 从来身的悲动 始至少 以后 感谢观看